生活指南 政策新規 趣事分享 旅遊貼士 還有什麼是你想知道的? 美國零距離 網絡各類資訊 與你一起 資訊息 各位聽眾朋友,你們好 你正在收聽的是由美國中文電台 AM1450為你帶來的 美國零距離節目 我是Yanny 隨著油價飆升 美國各地陸續出現所謂的偷油潮 而佛州警方目前 亦對兩名盜撤犯 展開追捕 他們在這個月偷走了一千多加侖的汽油 在6月1日 兩部裝有大油箱的 白色Pickup Truck 在Saint Cloud加油站停下 然後偷走了一千零九十三加侖的汽油 並且迅速離開 近幾個月來 有關部門一直警告 都說,隨著汽油價格飆升 黑市交易商 事無忌憚地偷油 然後在街頭打折出售 對此,佛羅里達州石油 銷售公司執行董事表示 對汽油的渴求正在佛州 和其他地區形成更多 盜撤團火 目前警方正試圖加強監控能力 來識別和逮捕慣犯 有些偷汽油的人使用很簡單的方法 有些則使用很複雜的方法 今年3月 4名佛羅里達州男子被捕 原因是他們在汽油棒放置設備 可以將汽油價格降至幾千 接下來 介紹幾個可以防止汽油被偷的方法 盡量將車停在車庫內 外出的時候 盡量將車停在人潮多 光線充足和監控攝盡頭的地方 盡量停在有圍欄的停車場 如果公共停車場 可以選擇靠近電梯口 人流多的地方停放 亦可考慮加裝一個由商房到鎖 如果走路的時候 看到地上有大額鈔票 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彎下腰檢起來 不過最近田立西州警長辦公室 對民眾發出警告 不要在地上檢測摺疊的美元鈔票 因為他們可能含有致命的毒品 分泰離 警長辦公室的警告 是在兩起單獨事件發生後發出 其中一起是在當地的加油站 發現了含有致命讓物摺疊的美元鈔票 在這兩起事件中 發現的摺疊鈔票中 含有白色粉末狀物質 經檢測後 白色粉末對冰毒和分泰離檢測呈陽性 警長辦公室表示 請務必分享並且教育小孩 不要在不通知父母或監護人的情況下 檢測那些在企業、遊樂場等地方 周圍找到的任何摺疊鈔票 他的發文還附上放在一分前隔離的小量粉末 並表示 就需要這麼少的量 就可以殺死任何接觸到的人 分泰離是一種強大的合成鴉片類藥物 最近幾個月成為過量死亡人數激增的原因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數據 上年12個月內 首次有超過10萬名美國人死於藥物過量 其中約3分之2的死亡和分泰離和其他合成藥物有關 既然說到路邊檢測的維生物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樣的經歷呢? 按照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 檢測的維生物是要交給警察的 但身處在美國 是否也是同樣的規則呢? Yanny做了一些簡單的功課 來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下 因為美國每個州都有不同的法律要求 所以對於十金不美的定義和概念也有偏差和不同 我們以紐約州為例 在2019年 一位亞裔男子在紐約法拉城香港超市的門口 檢測一個錢包並據為己有 室主是華裔女子 她報案之後警方介入調查 根據介紹 室主的錢包裏有3張信用卡和600元現金 隨後警方調取監控陸像顯示 當時有一位中等身材 灰白頭髮、大眼鏡、身穿黑色外套和牛仔褲的亞裔男子 將錢包剪走並隨即通緝她 很多人可能以為在路上剪到別人的錢包 在周圍找不到室主的話 就可以據為己有 但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 包括紐約州的一些其他美國地方 剪起別人不見的物品 在10天的時間內都沒有歸還 就會構成非法佔有物品罪 再和大家講一些實際案例下 在更早前2014年 一位中年華裔女性 在紐約法拉城一處健身房 順手地拿走一位受害人遺忘在那裡的iPhone手機 結果警方通過被盜iPhone手機的防盜功能 Find my iPhone 找到了沒有所在位置 將其逮捕 以非法佔有偷賜物品罪 將其以送發辦 所以說 私自地將其他人不見的物品 據為己有 在美國很多地方的法律規定下 亦屬於違法行為 當然 在美國亦不是所有州 檢到別人的錢包不交還都算違法 例如在Penselvillia等一些州 法律規定檢到錢包的人對生物擁有所有權 除非是原室主明確向找到生物的人要求索還 如果我們在路上或者其他地方 檢到其他人的遺生物 例如銀包之旅 到底應該怎樣處置才是最好的辦法呢 畢竟 誰都不想因為檢到一個銀包 而給自己帶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因爲就和大家總結一下 既可以做好事 又不會給自己帶來麻煩 檢到銀包歸還給原來的主人 是一個道德上的責任 首先如果你不趕時間的話 可以選擇在檢到銀包的地方等待一下室主 因為很有可能 室主會回頭找回 如果你不想等或者有其他事忙的時候 你可以留下一張紙條 告訴合適的人通過電話或者電子郵件聯繫你 電子郵件通常是比較安全的 因爲你不希望你的個人號碼出現在大庭廣眾之下 當你發現人家遺失的銀包的時候 你應該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檢查銀包裏面的物品 大多數的銀包裏面 都有信用卡、身份證或者名片駕駛照 如果你找到其中一樣的話 歸還銀包就容易得多了 如果有駕駛照的話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地址 把銀包郵寄到上面提到的地址就可以了 現在是一個信息高度發達和透明的時代 合理地利用監控錄像來找到室主 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如果你在醫院、銀行、商場、酒店 或者是任何有監控攝像頭的地方找到銀包 那可能就更加方便了 你需要做的就是把銀包交到服務台 室主很有可能就在那裡領走銀包了 另外如果你找到的維生物 沒有任何可以提示室主信息的東西 你可以直接到最近的警察局 直接把維生物交給警察處理 又或者是你可以打電話給當地的 跟Emergency Phone Number 警察會指示你具體的步驟 最後一年不建議大家如果看到維生物的時候 把信息發布到網上去 例如Facebook之類 因為有很多不為好意的人 不小心地把維生物給錯了人 這樣將事情越搞越複雜 大家如果看到維生物的時候 不用怕被自己惹來麻煩 只需要一點點善舉 就可以讓室主帶來一些莫大的安慰 當然千萬不要據為己有客 一旦室主報警 就會淪為犯罪行為 最近美國各稅局發出公示 提示分居和離婚人士 需要注意的一些稅務事項 那麼Yanny和大家一齊來了解一下 當某些人經歷合法分居和離婚的時候 他們的關係的變化 也會影響他們的稅務狀況 從報稅的目的出發 美國各稅局將一對夫婦認定為已婚 直到他們獲得離婚或分居撫養費的最終判決 當某人離婚或分居的時候 他們通常需要向僱主提交一份新的W4表格 來申請適當的預購稅 如果收到善養費 則可能需要支付預估稅 各稅局官網IIS.GOV上面的 預購稅估計器工具 可以幫助他們確定 他們是否預購了正確的金額 根據離婚判決 分居撫養費判決或書面分居協議 支配給配偶或前配偶的金額 會被視為聯邦稅收目的上的善養費 或分居撫養費 某些善養費或分居撫養費 可以由支付方進行扣除 而收款方必須把這個納入在收入內 如果提交單獨的稅表 需要確定由誰來申報撫養子女 一般來說 擁有小孩監護權的一方 可以在表格上申報該子女 如果父母雙方評分監護權 並且沒有提交任何聯合申報表 他們將不得不決定由哪位父母申報這個小孩 如果父母雙方不可達成一致 可以參考決勝局規則 如果有需要的話 要報告財產轉移 通常如果配偶間或前配偶間 財產轉移都是由於離婚 他們可能需要在贈與稅申報表上報告交易 如果正在辦理離婚的夫婦 如果到年底仍然是已婚狀態的話 即使今年以已婚的身份報稅 各稅局官網IIS.gov上面 我是甚麼報稅身份的工具欄 可以幫助他們查找到適合他們狀況的報稅身份 最近有打算去黃石公園的朋友就要注意了 就在最近這兩個星期 黃石公園宣布 由於最近前所未有的降雨造成極端危險情況 包括道路上出現大量的洪水 岩石滑坡和泥石流 公園所有的入口將暫時關閉並且立即生猴 據悉 在情況穩定下來 公園可以評估道路和橋樑損壞程度之前 是不允許任何車輛進入 目前所有的入口已全部關閉 此外園區多個部份已停跌 預計還有額外降雨 目前黃石河Yellowstone River的洪水 水位已超過歷史最高水平 有時候我們在路邊看到的野花 都會忍不住聞一聞有沒有香味 或與野花合影 不過因而提醒一下大家 並不是所有的野花都對人體無害 就在近日 居住在蒙特塞洛州的一名男子 曾經接觸過毒鐵纏 即使三個星期之後 他的身體仍然處於康復階段 並且依然飽受病痛折磨 這種長有白色小花的植物 通常會出現在草叢裡 據了解 這名中毒的男子 就是在使用割草機的時候 不小心碰到 人在捧捉到這種野花之後 不會立即有反應 而在第二天之後 身上莫名地生出紅疹 之後會蔓延全身 據悉的毒鐵纏是一種有劇毒的植物 即使是攝入少量都會導致死亡 這種植物的白色花 看起來好像蕾絲一樣漂亮 很多人不以為它是野蘿蔔 因為這兩種植物的高径尖上 都有大量的白色花 但不同的是 毒鐵纏現在只是開花的時候 而野蘿蔔開花的時候 是在夏天最熱的時候 所以提醒一下大家 在路邊看到很多好看的白色小花 在不確定是什麼品種的情況下 最好不要碰 以免遇上有毒的植物 以上就是今期美國零距離節目的所有內容 多謝各位聽眾朋友收聽 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見